一集才令日前出演了Rapper李永之的YouTube节目 并分享了从以前到现在 面对恶评的心境 他表示自己在国小的时候一直认为自己很漂亮 所以当时非常有自信 可是在准备出道的过程中 因为遭受到许多恶评 导致他的自信心跌落谷底 甚至是低到地面下的程度 一番话让人感到很心疼 此外他一直为别人着想 经常照顾和关心别人 不料在外人眼里 他的举动被认为很虚伪 不过同时他也表示 自己已经不在意外界的看法了 李永之则鼓励才令 只要知道自己很了不起就行了 暖心的话语感动不少人 不知道您还是建议的